黃委員好 部長你好 因為今天我到一個委員會突然發現只有6分鐘 而且不能延長 所以我們盡量針對問題點對點的回答 我剛剛在內政委員會 大概質詢了貴部的次長還有副司長 大概釐清了幾個問題 那我想再跟部長確認一下 這是法務部的立場 第一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這一次的詐欺案件 雖然有管轄權 但是他們把人從肯亞帶到中國是錯誤的 同時法務部應該要求要把人帶回來 這個立場對不對 我們所謂錯誤是指程序上 我們也有要求他把人送回來 第一時間 OK 好 那第二個問題是 今年1月11號到14號的時候 曾經發生過一個事件 那個事件 就是有一個被中國發布紅色通緝令 的台灣人 在菲律賓 那後來那個時候 他跑去找我們外管的人員 那因為 對於處理的方式 三個部會 包括陸委會外交部 還有法務部 意見不太一致 但是到14號的時候 人還是帶回來了 也因為有那一次的事件 所以召開了2月26號 這一次 2月16 2月16號這一次法務部內部的會議 是這樣嗎 不是內部會議 是請外交部跟陸委會議 指示你們各部會要卸商嘛 是啊 那針對這件事情 你什麼時候請示總統 就是我們接到通知當天 結果是因為他上了飛機前三個小時 因為我們請示院長 包院長說要我請示總統 我就去請示總統 在他上飛機三個小時前 然後你請示了院長 院長叫你請示總統 請問你那時候打電話 想要請示院長跟總統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說這個事情怎麼處理比較妥善 那你那個時候法務部的態度是什麼 覺得要深入了解比較慎重比較好 對那所以你們法務部 您的意思是說 你對這件事情事實上完全沒有任何立場 要討論過 然後要問上面的人 是 那你有沒有跟陸委會或外交部的人討論過 當時來不及討論 就是總統指示之後 我們去想要召集會議 以及人上飛機了 所以來不及 所以才後來 我們一個事實一個事釐清嘛 第一個那個時候還來不及討論嘛 然後第二個部分是說 那那個時候時間很緊急 所以你就請示總統嘛 然後總統給你的指示是說 這個問題我們可能要跨部會的協商嘛 那跨部會的協商之所以有必要 是不是因為各部會的意見不太一致 還是就是因為各有不同的專業領域 法務部是關於法務部 沒有啊我當然知道你們有不同的專業領域嘛 所以才要溝通 對啊我現在問的問題就是 你要溝通的內容是什麼 我從法務部角度來說要知道更多的資料 然後呢 所以那個時候在時間這麼急迫的情況之下 法務部的看法是說 因為時間太急迫了 你們沒有辦法採取任何的立場 因此要往上承報 是 意思是不是這樣子 是 因為我們資訊 部長我必須要跟你說齁 有的時候在外國處理類似的事件的時候 時間是非常重要的 基本的立場如果不夠清楚的話 當時間一分一秒的過 這次肯亞的事件就可以清楚的看得出來 就可以清楚的看得出來 如果沒有掌握時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接下來再請教部長 在菲律賓的這個案件當中 我剛剛所講的菲律賓的案件齁 在你請示過總統 你們也開過2月16號的會議了 法務部現在的立場是什麼 如果菲律賓的事件再上演一次 請問法務部的立場是把人帶回來 還是不要帶回來 讓中國帶走 我們還是要看個案的具體資料來看 剛剛我不是跟你講就是那個菲律賓事件了嗎 因為那個人帶回來之後就放掉 所以大陸 我們也沒有跟大陸要任何資料 因為我們已經人放掉了 因此你沒有辦法判斷嗎 是啊 就像在肯亞的案件 你也沒有辦法判斷一樣嗎 如果我們事件能夠取得多一點資料 我們就比較容易判斷 而且在處理的過程 所以你從剛剛到現在 你跟大家講的都是說 法務部因為資料不夠充分 所以沒有辦法判斷嘛 當然要有充分資料才能判斷啊 所以在這一次肯亞的事件當中 法務部去判斷 中國有刑事管轄權的基礎是什麼 從屬地從結果來講 犯罪結果 對啊 你講的是法律適用 我講的是基礎事實啊 我再問你一個問題 菲律賓事件以後 還有沒有發生類似事件 還有沒有 好像還是有 哪一件 我們要哪一件 是不是 有一個被中國發布 紅色通緝的台灣人 在我們的邦交國 你講巴拿馬那件事嗎 對 那是因為他後來跳樓自殺 請說 我現在不是在講他跳樓自殺的事情 我現在在講的是 巴拿馬的駐外使館有沒有跟法務部通報 有還是沒有 有 法務部給的指示是什麼 我們要趕快討論了解狀況 然後呢 然後他就死掉了 然後他就死掉了 他是不是從巴拿馬被送到古巴 為什麼送到古巴 你到現在還在避重就輕啊 因為你們要討論 你們需要資料 沒有辦法做決定 人從巴拿馬被送到古巴了 我們知道的時候已經送到古巴了 我們得到訊息的時候 是已經 所以我再講一次喔 巴拿馬駐外的人員 有沒有跟法務部通報這件事情 你現在的答案是有了嗎 對但是那時候已經要往已經送往古巴了 已經送往古巴是人已經到古巴還是正要往古巴的路上 上飛機沒有 在路上 因為你們的遲言 發生了這樣的悲劇 你今天還敢在這邊講這些話 大言不慘 我們哪邊遲言呢請問 主席問還有沒有時間 時間已經到了喔 沒有關係啦 我們以後委員會會會再相見 這個事情一定要追過水落石出 好 謝謝 接下來 請承諾委員 時間6分鐘 6分鐘 9分鐘 因為今天登記了 謝謝主席 邀請羅部長 委員好 部長齁 前一陣子你去大陸走了一趟齁 是為了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以及司法複製的協議 那剛好今日呢 我們發現這樣子令國人憤怒的事情 就是肯亞 我們台灣人到那邊 後判無罪了 竟然 這些 善良無罪的台灣人呢 要被中國 搶武到大陸去 那當然